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非常感恩敬愛的師父上人 他不辭勞苦 這幾天一直接受我們的訪問 而且為了引領眾生 師父給了我們非常多的解惑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難得殊勝的姻緣 師父 阿彌陀佛 謝謝 今天這個弟子還要帶大眾再向您請法 因為這幾天真的是覺得法喜充滿 受益良多 而今天的請法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我想先從五濁惡世的話題 來跟師父來請教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社會的亂象 世界的不太平 包括整個地球的災難頻繁 其實我們看到地藏經上說 嚴伏眾生 舉心動念 無不失業 無不失罪 我想很多人其實沒有觀察到 自己的那個些微的起心動念 其實裡面都不斷的在造作 所以我也很努力的把師父您的所謂《觀無量壽經》裡面 在講的這個敬業三幅我也仔細的研讀了一下 但是弟子還是很愚昧 所以我想今天透過我們的節目 師父能夠跟我們眾生開示 因為如果遇生阿彌陀佛淨土 必須要先休息的是淨業這三幅 這三幅我覺得非常的廣深 所以第一個弟子先請教師父的第一幅呢 就是所謂的效養父母 所謂的侍奉師長 慈性不殺 修實善業 那我想師父能不能也為我們開示 先從第一幅開始我們要怎麼做 中國傳統文化 歷史上記載 加上我們最近的考古學 上面可以達到三皇五帝 那換句話說 確實是五千年的文化 是 這是世界上歷史最長最久的 這五千年文化的基礎是什麼 跟釋迦牟尼佛講的 今夜三幅完全相同 中國立個的精神 中國人做人的基礎 就是校養父母諷刺師長 父母代表的是孝道 師長代表的是禁 一個孝 一個孝 一個禁 就這兩個字 孝禁 看到年齡 跟我們父母 老四年齡差不多大的人 都要把他當作父母 當作師長來看待 這恭敬心油然而起 現在問題出來了 大家看到今天的果報 就是社會的形態 就是果報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中國改朝換代 五千年當中 總有三四 三十次幾次 不什麼有 但是每一個朝代 政權鞏固之後 五年就半部理由 社會秩序馬上就恢復 唯獨這一次 滿清亡國之後 到現在講近一百年了 對 還是這個亂 而且亂得越來越嚴重 是 這是什麼原因 用什麼方法來解釋 許多人在想 二 我記得 我有一次在馬來西亞 老首相馬哈迪跟我聊天 談到這個事情 問問這個亂世 有什麼方法來對峙 我當時答覆他 我就直接聊當跟他說教育 古代為什麼 盛世常常出現 教育上規道 我們今天雖然講教育 設計給教育完全脫節了 教育的形式有 教育的精神沒有 教育的內涵沒有 教育到底叫什麼 教人回歸自信 師父說的這個自信 就是真心 我們叫真心 清淨心 對 真心 真誠心 我們生活要用真心 待人介無都要用真心 是 處理事情也用真心 什麼叫真心 這很抽象 是 中庸裡面只講一個字 陳 陳是什麼意思 不自欺 不欺騙自己 不欺騙自己 不欺騙別人 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立過的精神 現在自己騙自己 當然也騙別人 騙父母 騙司長 就變成今天社會 這個樣子 我們再不回頭 回頭人一定要找老祖宗的東西 老祖宗的東西是非常有智慧 非常口貴 你看 幾千年來 只要你聽話 一叫風聲 人這一生 肯定得到幸福快樂 家庭一定是紅 幸福 事業一定順利 社會安定 國家富強 天下太平 這在中國歷史上看到過 每個朝代都看到過 對 那只有我們這一次 明gr建立了 老祖沐宗宗的東西 通通都不要了 提倡全盤西法 學西法人 那西法科學 今天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 麻煩出來了 在過去 人類沒有能力 破坏地球,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消灭人类。 今天有了,核武,可以毁灭地球,可以消灭人类。 这个东西麻烦扩大了。 有许多人说,中国科学不如外国。 那是偏借,那是不了解四十真相。 中国人聪明,这是现在世界上的人都承认。 聪明怎么不懂对科学?懂。 懂为什么不走这条路? 如果走这条路,可能一千年之前,两千年之前, 核子大将就把地球毁灭。 所以中国对这些负面东西, 不是有利于我们生活的播放者。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人的慈悲。 你怎么能说它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明白之后,中国人提出来, 利古之家,个人身心的受用, 就是一个孝,一个劲。 孝劲两个字真正能做到了, 会得到天龙的保佑,会得到祖宗的价值。 真的,一点都不想。 这个东西丢掉之后,像今天这种社会, 谁价值你?妖魔鬼怪价值。 谁在幕后主持的都是魔鬼。 那不是正神,正神的,是魔鬼。 邪神的。 是,我想师父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科技进步以后, 事实上,人心其实变得更温柔。 对,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现象, 其实我想师父说的,我们大家都很担心。 就是现在的资讯发达,媒体发达, 就是因为这些发达, 所以它一直在传播很多的讯息。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大家都在骗。 所以有很多是错的讯息,虚伪的东西。 就是正法正能量的东西, 反而被大家不重视。 所以师父您这些年来一直在重视, 一直在呼吁回归到我们的孝道, 中华伦理。 对。 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传播? 因为我知道说媒体的力量很大。 现在的媒体, 其实完全做了非常多非常多错误的事。 是。 一定要用自己做保佑。 自己要是只是忧虑、宣扬, 没有去到处,很困难。 为什么要不相信你? 一定要从自己做起。 是。 我影响几个人, 几个人再影响几个人, 慢慢就扩大。 急不动。 实在, 谈到这个, 我想起一种事情。 早年间, 政府提倡复兴传统文化。 是。 有一天, 我在方老师家里。 来了, 我们还没上课, 有客人来, 来访问。 教育部的官员, 有一个是秘书, 我认识他。 另外有两位处长。 来向方老师请教。 政府提倡复兴文化。 我们从哪里下去? 方老师毫无忧郁, 立刻就回答了。 你们真想复兴吗? 是真的。 第一个, 台湾三家电视台关闭。 是。 第二个, 还有几十个广播电台要关闭。 第三个, 报纸杂志停刊。 这三个官员说, 老师这做不到我。 老师说, 这些东西, 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有了这个东西, 你还能谈复兴吗? 是。 一天没事做。 是。 但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取消? 不可能。 为什么? 今天政府是选取的, 老卑鄉反对。 他就是人多, 我们的人少。 所以真正能做到的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领导人说话算话, 民主国家说话不算话, 还要什么议会开会通过。 所以他要真做的时候, 比我们来得快。 他是一个命令。 下个命令是, 严格审查播出的内容。 这个内容一定要符合孔老夫子的教训。 私无邪。 能够引起别人邪思邪见的人, 这个东西通通不可以过。 所以中国自古这些文艺, 标准就是孔老夫子这句话。 私无邪。 现在说播的全是写的。 大家都知道, 无可奈何, 没有办法。 我要跟师傅报告, 十年前, 因为我是资深媒体人, 我曾经发起过所有的电视台, 叫做媒体自律运动。 包括政府单位也站出来, 大家都签字。 我们认为媒体自觉的运动, 开始想起来。 但是大概这个活动就推了一个月以后, 电视台发觉收视率完全下降。 因为它必须靠收视率来制造商业的市场。 所以最后它又屈服于色山星。 其实这里面就回归到, 还是跟师傅讲的, 就是民众要被再教育。 因为现在电视台它为什么会播这些东西? 就是有收视率它就播。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台湾, 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叫媒体试读的教育课程。 那师傅一直在谈教育, 您一直把中华文化, 我们古圣先贤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圣贤的智慧。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他全部都用一种新思维, 所以在推动这种新时代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能够由师傅您来带领。 您除了弘扬政法, 其实您的思维非常的先进, 大家看了都很欢喜。 所以我们在媒体这一块, 因为媒体的影响力真的, 因为它重到人的巴士里面去了。 所以这些, 我们也自己是媒体人, 自己非常的担心。 今天我觉得我很荣幸, 就是我相信我们还有一批有良心的媒体人, 愿意追随师傅, 来把这些政法能够弘出去。 所以需要师傅来带领我们。 这个问题, 现在有四十,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这个微信电视, 我原来以为它活不下去。 因为没有人支持, 我们也不认识企业家。 这些有能力的人, 我们都不熟悉。 政界也不熟悉, 企业也不熟悉。 我们就靠佛菩萨保佑。 对。 奖金。 这一个频道,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随时打开都能听到。 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这03年元旦开播。 是。 到现在, 今年06年, 13年。 13年。 没有关闭, 还能维持下去。 我们只有一个, 把银行存款的账号打在银幕上。 就有人捐钱进来。 是。 虽然, 数目不大, 够开销。 这就行了。 所以, 不要以盈利为目标。 要以我们这个收视力, 我们收视力也很高。 对。 真正想看正面东西, 有啊。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没有缘啊。 打开电视的不是的。 那鼻子自己也一定要吸收这些东西。 这个是错在这里。 是。 香港, 凤凰电视台刘长露跟我很好。 是。 我们也是老朋友。 刘总裁。 是。 早年我就告诉他,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我是这个世界上一年主人, 可以毁灭世界, 可以救世界, 从哪里安住。 我说, 第一种, 国家领导人。 第二种, 就干你最好的人。 是。 媒体人。 你要能够播正面东西, 你就得全世界。 你就工作无量无比。 你要是播这些负面东西, 你就把世界毁掉了, 把人形毁掉了。 我说, 能不能多播一些真面, 少播一些, 他还是做不到。 这个难, 太难了。 所以, 真正具有决心, 有魄力的人来的时候, 把这个一转头, 是不困难。 不过我想的是, 应该快回头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灾难的多, 一年比一年多。 我相信明年比更年, 今年更多, 更严重。 到严重的时候, 世界快毁灭了。 看你回不回头。 你回头还来得及。 你回不回头的话, 就来不及了。 师父, 我想很多人, 包括媒体人, 因为不明英国, 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教食善业。 这都是您一直在弘扬的。 是不是就这个部分, 您跟我们再深入的说明, 让大家知道说, 英国可危。 我们在经上讲的时候, 非常重视英国教育。 对。 几乎每天都会提到。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假的。 真有善苦, 我真有我保, 历史上有记载。 历史上记载的不是骗人。 骗人骗得了意识, 骗不了长久。 能够骗一般人, 对于真正有智慧, 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你骗不了。 他们知道, 凡是作品, 能够流传下来的, 那都不是骗人。 骗人的, 早已经把他挑出去了。 出去了。 乾隆编思苦玄奏, 对中国这些著作文字, 做了一次非常谨慎的整理。 不符合思误写的通通表。 提出去的分量和超过全数。 这是无量功德, 做了一桩大好思。 所以, 中国留下的古老东西, 只有精华, 没有造物。 如果说是, 我们取其精华, 其其造物, 乾隆做到了。 那个时候, 专家学者三百多人, 审查这些数, 仔细看, 我们要不要, 都挑掉了。 今天, 说超薄, 有人问我。 古人东西, 他有没有超薄? 我说有啊, 他很惊讶。 这怎么会有呢? 我看不懂的, 就是超薄。 那看得懂的, 你就想得, 好啊。 那看不懂的, 你就知道他掉了。 所以现在没有标准了。 这个很可悲。 我们自己, 就是自己到这个神间来, 过着一辈子, 绝不多三五道。 不但绝不多三五道, 绝不搞六道轮回。 我们自己保, 学根这样站稳, 然后横顺众生随习功德。 横顺里面, 我们多多灌输这些真面, 让他慢慢明白, 负面东西不能学, 不能沾染, 沾染。 这就对了。 效果还是有, 不是没有, 就是一个电视台。 如果能够有个三十五十, 三百两百, 那个效果就大了。 所以我是鼓励, 所有宗教都要用电视。 都要好好地培训, 好地讲识。 有修有学, 能把经典讲清楚, 讲明白, 不至于教人产生误会就好。 所以宗教一定要回归教人, 宗教要互相学习。 宗教经典都是好的。 我们相信在师父您的大愿力之下, 而且您这么多年来, 在推动中华文化的道德教育,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是遍地开花。 其实您的节目, 在全世界应该有上千万的收视观众, 只是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一群, 在默默地在看, 在做。 我想今天我们的观众, 同样也是非常的发喜, 能够听到师父, 跟我们做了这些更精辟的开示。 我知道师父您这么多年来的弘法, 其实三藏十二部经, 您所有的经典都非常的精通, 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气比较浅薄, 所以想透过我们的节目, 也比较浅显地有请师父, 来帮我们做一些提点。 我们一个在家居士, 不管他是不是皈依三宝, 至少他要把人做好, 因为他将来至少, 他要生到人天道, 他不到极乐世界, 他在人天道, 他也要修这个食善业。 师父是不是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一世的时候, 我们要把食善, 这个食善是哪一些, 然后我们怎么去把它能够圆满? 这些东西, 我早年讲得很多, 这些年来, 总共大概总有一百多种, 那些基因初学的很管用, 所以在电台上的时候, 应该听, 即将排阔成, 对于初修的, 老修的, 都要顾到, 念念都要顾到, 教材很丰富, 可以去挑选。 那我刚刚请教师父, 这个三符, 这个第二符就是叫寿辞三规, 然后巨竹仲介不犯威夷, 这是指出家人, 出家在家都一样, 都一样, 那我们怎样有一个威仪? 这三种是佛报, 这个三符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三符, 就是家修佛, 就不是这个, 佛学的基础, 就建立在三符上, 就是三符六合, 三符六合, 才是名副七世的佛弟子, 释迦牟的佛弟子。 是。 你用这个来衡量, 然后我们自己, 要想做一个真正好的佛弟子, 要从上下公司, 小杨夫, 封司司长。 这两句是根, 根之根, 落实在地子规。 地子规。 地子规。 地子规, 教你具体做法, 你从早到晚, 厨师待人见物, 要遵守这些规矩。 别人不做, 我做。 我一个人做, 会带动你一家, 一家做, 会影响邻居, 会影响邻里相当。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在汤池做事业。 不到四个月, 带动这个小镇, 四万八千人, 都能够回头向上。 是。 都不忍心再去欺骗别人。 做人都是规规矩矩。 我们做出这个保药, 对我们自己来说产生信心。 因为没做之前, 我们也没信心。 人家说是, 这真的, 这能行得通吗? 我们说话无理良苦, 不敢决断地说。 这个实验成功之后, 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 响亮了。 为什么? 我有证据, 我做出来了。 有证据, 是没有能够宣扬扩大。 有一个小镇, 能够影响一个乡村。 一个乡村影响一个城市。 由于影响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就可以接待全世界的这些, 特别是从政的人来看看。 你看这个世界好不好? 大从世界。 是,我想我们非常的感恩师父教导我们,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孝敬的话, 我想孝敬两个字呢, 我们就可以走遍天下, 无敌手。 师父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宝, 我们一生只要能够尊师重道, 孝养父母, 礼尽天地。 我想我们的人生呢, 都是非常圆满的。 也感谢师父的慈悲, 在这一段的时候, 给我们这么精辟的开示。 我们也休息一下, 然后再请师父, 有下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来跟您请法。